好甜喔 真的喔 好好吃喔 大口咬下螃蟹的鮮甜 伴隨著高粱酒的香氣 直接從嘴裡散開來 這道高粱嗆蟹 是金門人必吃的道地美食 使用在地的青角蟹 剝開螃蟹一一洗淨 確保沒有沙子殘留 接著將蟹剁成小塊 淋上醬油 蒜頭 辣椒 薑等調味料來醃製 最後加上遠近馳名的高粱酒調味 這嗆蟹好吃的關鍵 除了新鮮的螃蟹 還有這金門高粱酒 生產線上一罐罐金門高粱酒 等待風箱包裝 金門高粱酒年產值超過150億 酒廠業者荷包賺滿滿 但其他業者只能等待酒廠回饋 一樣是離島酒廠 馬祖推出韓國瑜紀念酒大賣 現在酒駕三倍跳 金門業者也期盼能夠搶搭韓流雙雞 在美食這一塊我們可以帶入 我們金門的在地故事 然後還有傳統傳承 一連串的串起來 我們金門的觀光一定會旺旺旺 拼經濟拼觀光 離島酒廠看準商機搶搭韓流 希望這股熱潮能持續加溫 帶動觀光美食努力拼經濟 記者黎君隆 黃玉涵金門報導 到 到